怎么弄到这个程度呢 还有的说这个希腊 他怎么就欠那么多债 到现在咱们大伙才想起智力呢 那原先干嘛去了 也就是说欧盟这个主权战务危机 是有什么引起的呢 其实咱说到根上 就这么一点 就是欧元呢 这是欧盟17个成员国 共同使用的货币 就他们建立了一个共同的货币体系 可是这些国家呢 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财政部 也就是说呢 花的钱都是一样的了 整个金融体系都接轨了 可是没有一个行政上的财政部 来约束各个国家 约束什么呢 你这国家乱花钱 瞎花钱 没有这么一个欧盟的财政部 来约束这样的国家 所以当希腊这国家乱花钱的时候呢 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约束跟监督 整个用欧元的国家都跟着倒霉了 所以就说现在我们看到的 欧元使用区的债务危机 是从希腊引发的 但是它影响的却是整个欧盟 包括现在不光是希腊了 你看像意大利 还有这葡萄牙 西班牙 阿尔兰 人家管这五个国家叫欧珠五国 为什么呢 我们看这个珠这词 P I G S 这个P是葡萄牙的开头字母 I是意大利和阿尔兰的开头字母 Z是希腊的开头字母 S是西班牙的开头字母 所以大伙管这叫欧珠五国 就说这五个国家现在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 你看像希腊这样的国家 有人说它万一要崩溃了 退出欧元区了 是引起的震动大 但整个欧盟的欧元体系不至于因此崩溃 可是现在波及到意大利了 事情就坏了 意大利是欧盟的第三大经济尸体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这前三名 它要崩溃了 那么整个欧元体系就崩溃了 整个欧盟就穿插了 那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了 在政治领域将会掀起轩然大波 这场危机一开始就来势汹汹 但在其缓慢的进展过程中 随着产生危机的国家增多与问题的不断浮现 目前已经成为牵动全球经济神经的重要事件 政府失职 过度举债 制度缺陷等问题的累积效应 最终导致了这场危机的爆发 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朋友说 希腊为什么欠那么多钱呢 怎么借了那么多钱 他干嘛呢 他这个事就得从希腊本身的问题说起 那么希腊的这个形式 其实是代表着二十一世纪以来呀 整个世界范围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 而且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当中呢 现在出现了平静 他和平发展了五十年二战以后 也到了各种问题积累的程度 比方说 资本主义有些国家 比方说现在我们看瑞典丹麦呀 包括希腊这样国家都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说社会发展过程当中 他的财富累积越来越多 那么老百姓相应的呢 对政府的高福利产生了依赖 那么无论政府的高福利 还是老百姓的高消费 他的前提有一个 就是你国家的经济啊 持续增长 正常发展 政府的财富很多 能够支付得起老百姓的福利 那一旦支付不起了 怎么办呢 像希腊这样政府就开始借债 向国外借钱 维持本国的高福利高消费 有的人说那花不了 没钱就别花 怎么还借债呢 你别忘了 这是整个资本主义竞选制过程当中的问题 任何一任领导上台 政府上台都需要民众的支持 所以新上台的政府 为了取悦于民众 获得民众的支持 获得这任政权的合法性 他就要继续保持高福利 让老百姓高消费 老兰认为 新上台的政府 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 获得这一任政权的合法性 必须采取继续保持高福利 让老百姓高消费 这一方式 从而忽略了实体经济的重要性 在我们栏目的微博上 一些网友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新浪微博网友 秉渝先生这么说 这应该算得上是不择手段的拉拢人心吧 但这种做法不可能长久下去 不然政府还是会垮台的 新浪微博网友 小叮当这么说 这不叫真心为老百姓 只是为了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罢了 所以为了保持这个 国家还没钱了 怎么办呢 那只能是借钱 希腊的问题就在这 说他这国家怎么没钱了呢 他一点点的开始把原来的这个产业增值 利用这个泡沫来发展经济 可是呢 他的实体经济一天才萎缩了 他的实体经济为什么萎缩了呢 你那么想啊 希腊人一天平均工作三个小时 甚至就回家吃喝玩乐去了 咱们国家人平均一天工作多长时间 你不能说平均吗 一周五六十个小时工作量 你想想在这一点上 他跟咱怎么竞争 包括生产出产品 希腊的劳动力非常值钱 咱们中国的劳动力一开始不值钱 这两年刚刚抬头 但远远没到欧盟劳动力那种程度 所以你想咱们的劳动力成本很低 咱一天还拼命的干 他们一天就干三个小时 他怎么跟咱们竞争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世界发展过程当中 两大海平价的对接问题 发达国家美国日本欧洲 他本身劳动力太值钱了 他劳动力价格得是咱二三十倍都不值 开始的时候 咱们的劳动力价格不值钱 而且咱们开始资本积累的时候 拼命的干 所以这就形成了 我们生产中的产品比较廉价 他们的产品就很贵 那咱用廉价跟他贵的竞争 他干不过咱们 所以咱的商品卖到世界各地 做欢迎便宜 所以希腊整个实体经济 出现了很大的衰退 再加上他本身的核心技术 跟欧盟其他国家就不能比 那么说怎么弥补这个海平面对接呢 只有两条道 一条道是把中国的福利水平提升上来 就让中国的劳动力价格 和这个生产商品的成本上来 但现在看咱们短时间是不可能的 另一条道就是把欧洲美国的福利降下来 这样一个海平面对接了 你生产成本劳动力价格差不多了 价格也就整体差不多了 才能够对接 那么可是我们知道 现在让我们提升也不大可能 你让欧盟这个国家降下来也难 你要把这福利降下来了 坏了 老百姓都不干了 为什么 花钱花惯了 享受惯了 你看2004年 雅典奥运会那时候是典型 当时呢是 雅典国内 就是希腊国内啊 为了奥运会 不得有很多人维持正常港口运作吗 都请外国人来 为啥 本国奥运行不干 借这机会我出去旅游去了 我玩去了 所以就是他已经享受惯了 花钱花习惯了 你让他突然把这些降下来 他不干他受不了 而且希腊人真正有词 说你们中国呀 印度这些国家 包括欧盟其他国家 努力工作为什么 不就为了到我们希腊 这个地中海海岸 来旅游了 消费了吗 你看我们现在 不用努力 我们也能在当地消费 我干啥那样 那就变成了 咱啥也别干了 赶紧享受人生 活一天算一天 得好算好了 光享受眼前 不考虑将来 这也是完全不对的 这对世界经济发展 是没任何好处的 这种享乐主义 消费主义 由此带来的高福利 希腊人 感觉你一过降福利 我受不了了 在援助希腊方面 向德国等欧元区复国 因为顾忌国民的反对 在拯救希腊的行动上 显得犹豫不决 这就导致希腊政府 需要从自身 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这样也势必会得罪 那些所谓社会福利制度的 既得利益者 这就是说什么呢 给惯着 一直这样 你到现在不这样不行了 所以从这点来讲呢 我倒觉得我们有些人呢 就是认为咱们中国 咱们首先实事求是说 我们的福利水准到西方差了很多 必须要提升福利 提升保障 但是这个福利跟保障提升呢 我们眼下呢 在看西方 我们也不难得出这个教训 这个社会福利的提升 不是无限度的 如果你超出这个国家承受的限度 恐怕就有问题了 老梁认为 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 应该跟其所能承受的限度相持平 如果国力承受不了 那么虽之国家经济会面临较为危险的局面 我们栏目的一些网友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新浪微博网友马大胡怎么说 在希腊生活肯定幸福 可是这样的幸福代价太大 承受不起 新浪微博网友六八爷怎么说 这样好高物远的福利政策 总有一天会彻底拖垮自己的国家 变成重商经济的利器 本来欧盟有个安全底线 就是说你政府的财政赤字 不能超过当年GDP的3% 你国家债务呢 不能超过年度GDP的60% 结果希腊到什么程度 赤字已经是到了这个占GDP的10%以上了 而且债务是当年GDP的140%以上 这么一笔庞大的债务 他这一欠债不得了 有持有他债务的 你比方说欧盟的一些银行 德国法国的银行 包括整个他这个欧元货币 在整个17个国家流通 你这一亏 你这一崩溃 连累了其他国家都受这方面的损害 所以由希腊这方面债务危机 引发了整个欧盟的主权债务危机 就整个欧盟欧元区都得为希腊这样的破烂来 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 我接下来他波及到西班牙阿尔兰 意大利葡萄牙都出现这个情况 尤其意大利 当整个意大利作为欧盟的第三大经济实体的时候 他也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一下子整个欧元区扛不住了 所以我说这个时候 我们要理性的看待就是一个国家福利保障和这个国力之间那种综合关系 说实在的 现在的希腊就是一个劲的享受 过去呢 有着这个国力发展的支撑 当国力不行了借债 现在借债都出现债务危机的时候 怎么办 扛不住了 所以说整个欧盟呢 想要给希腊一个解脱困境的计划 就说吧 我们减免你债务 各个银行说减免你债务 但同时你得争气啊 你啊 就就别再那么高福利了 削减一下政府开支吧 然后增税 向老百姓多收点税吧 哎 希腊国内老百姓不干 所以作为希腊的前任总理帕潘德里欧呢 出于政客的本能 为了笼络民心呢 他搞了一个希腊全民公投 跟你们大伙说的 在接不接受这个 就等于把他该负担的责任呢 他为了获取民心 推给老百姓 结果这一项把欧盟和世界范围 想援助希腊的国家信息给打得粉碎 说这干什么玩意 这等于 我这么好心帮你 他说你自个就揽不上进 我救你干嘛呀 所以希腊这一搞要搞全民公投 弄得大伙全上行 所以帕潘德里欧一看不行 又赶紧收回全民公投 当然希腊人也不拥护他 把他碾下台了 我说这个事情 希腊老百姓要负担相当大的责任 我们必须得承认 人民群众的诉求 有一些是盲目的 有一些是目光短浅的 不客气说 甚至是鼠目寸光的 他需要一种东西 正确的引导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 所以有的时候 你看谁说人民群众这么伟大 你要辩证的看 一种可能呢 是他想利用人民群众力量 达成个人目的 另外一种可能呢 是跟别人干仗打泪了 靠着人民群众肩把头掀下 这两种情况居多 如果人民群众不被批判的话 这个社会永远前进不了 如果人民群众始终伟大 你跟他走就完了 所以任何一个民族 任何一个国家 要对人民群众 这个庞大的群体 进行预分文二的甄别 有些诉求 基本的福利要求啊 社会进步 公平正义要求是合理的 但是往往有一些 比方我们说 这个楼房限购的时候 有些人一看 这个楼市降价了 去砸那楼盘去了 公然违背市场经济的契约 这些东西 我们是不能惯着的 不能纵如这个现象 他一闹事 咱就说给他退点钱吗 给点好处吗 那还有头吗 即使这个市场上 限购各方面 从市场经济角度 有不合理的 可是你不能违背这一纸契约 那么在希腊这个问题上 现在希腊老百姓 还继续削减福利不干了 为什么 以前给惯的 现在穷了要过几日子 受不了了 他要求政府你借债 这个那干嘛 得很大